我觉得一半同学是懵的 我觉得这是属于正常的 我们每年讲的时候都是这种情况 假设检验的话你要回去 好自己再去思考思考 对吧就是沉淀沉淀 要把我讲的东西转换成自己的一个东西 但是前面我们节课讲的东西 基本上是属于我们数量的顶峰状态了 就是最难就是差不多这个水平 下面还有两个话题 和假设检验有关 也有一定的难度 但我个人感觉啊 没有前面那么难理解了 因为前面的东西真的是那一块东西太多了 对吧也好好去消化一下 好那下面我们讲第二种假设检验的一个方法 其实跟我们前面也是有关系的 但是它从了另外一个角度去进行的一个分析 那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话 是在我们近几年考试当中比较常出现的 像早期的考试当中啊 这样的一个PY的方法不太常出现 为什么近几年的比较常出现呢 就是随着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是用电脑去解决的 我们平常做假设检验压根都没有手算的这种 我们基本上都是机器来解决 那你在用统计学软件去做假设检验的时候 基本上统计学软件当中给到的都是PY的这种方法 那所以我们也是为了与时俱进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PY的方法 好那对于PY来说的话 你就需要掌握两个方面的内容就可以了 第一个定义 第二个的话呢 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选择 怎么用这样的一个PY方法去判断一下 原假设要不要去进行一个拒绝 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下PY6这样的一个定义 人家就把它进成反正PY6 你也不用管它为什么叫PY6 就根部或者正在分布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人家起的这个名字 对吧 那PY6是什么东西呢 读一读啊 它这个定义在后面 是当我们non-hypothesis 原假设 can be rejected 是不是拒绝掉的时候 对吧 拒绝掉的时候什么呢 一个最小的显著性水平 好说一句比较顺一点的中文 它指的什么就是 拒绝 原假设的 最小 显著性水平 α 好那前面我们一直来说 α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我们的尾巴上的面积之和 或者概率之和 那其实说完了 α不就是一个概率吗 1% 5% 是不是一个概率啊 那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PY6 也是什么呢 也是一个概率 所以它可以看成是 拒绝原假设的一个 最小概率的一个水平 那我再问你啊 概率的取值范围是多少 0到1嘛 那所以PY6取值范围呢 也是0到1 好这是它的一个定义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它的判断准则 好那我用图来看一下 什么是PY6 那其实 今天我说 我们通过抽样等等这些的话 以后我是不是可以计算出来 一个检验统计量 对吧 比如说我计算出来这个检验筒这样 就是这个 Z检验筒这样 或者ZY 假如说 假如说 是等于2.58 假如说 或者2.68好了 2.68 假如说 那这个时候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画在图当中 如果是双尾的一个检验的话 那相当于是 照可以对应有一个2.68 就对应的是我这个ZY的这个值 对吧 好那对应起来 我们是一个对称的图形的话 我这是不是搞到一个负的2.68 是这样吧 对吧 好那这个时候 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检验统计量 这个值 是不是 它加速了 中一块的一个区域 但是尾巴上 是不是还留了一个区域 对吧 那尾巴上 这两个区域的面积之和 就是PY6 就是PY6 好 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假设检验当中的 这个检验统计量 可以同意起来 我得到一个检验统计量以后的话 这个时候 我们的统计学软件 就可以自动的帮你 匹配出来这个PY6 就看是我这个检验量 如果是双微的情况下 那这个时候 负的2.68和正的2.68 两个尾巴上的面积之和 就是PY6 那你如果是单位检验的话 就是一个尾巴上的面积 就是这个PY6 反正就对应起来 好 那这是它什么是PY6 就是画图当中看出来的 那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判断准则 这个地方最关键就是判断 你要会用PY6这种方法 去进行一个判断 看一下原假设是否要进行拒绝 好 那么先画图啊 假如说还是用一个平常的 T分布或正态分布 中型图 好 那假如说现在我PY6计算出来 同学软件帮你拟合出来 匹配出来是6% 那我PY6要找一个东西 对比一下嘛 对吧 比较一下 我才能判断一下 还是拒绝还是不拒绝 你像前面我们那种方法当中 我叫做一个critic method 就是一个关键值法 我们是否拿那个 Z检验筒量或T检验筒之量 和我们的K值 那个关键值做比较 对吧 看一下落在区间里还是区间外 比较的是ZK值 那这个地方你用PY6来做判断的话 你也要拿PY6和某一个值去做比较 你感觉应该拿谁 对 阿尔法 你看它是不是本质也是 我尾巴上的面积之和 对吧 而且从它定义上 它也说是拒绝原假设的 一个最小显著性水平 那所以它就是和阿尔法 进行比较的 那假如说现在阿尔法是5% 看一下拒绝还是不拒绝 好 那这个时候啊 PY6是6% 双微检验的话 代表什么 是不是这个时候 我这样的一个检验统计量 它所对应的 这个两个尾巴上的面积之和 是不是6% 对吧 一边各是3% 这是我PY6对应的值 对吧 好 那我的入境水平阿尔法 这个时候是5% 双微检验下的话 是不是一边各是2.5% 对吧 好 那画一下 是不是应该更小一点 这个蓝色的 两边各是2.5% 那你来看一下 就是如果我的PY6 是大于阿尔法的话 那PY6决定的 这样的一个变量的话 落在了由我阿尔法 所确定的 这样的一个接受域当中 还是拒绝域当中 接受域当中 那是只要有一丢丢的 一个数据 落在我的接受域当中的话 你能拒绝原假设吗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 Fill to reject 好 那也就意味着说 当我的PY6是大于阿尔法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不能拒绝原假设 其实它这个地方 跟我们前面讲的 Critical Value Method的思想是一样的 我说在我这个时候 对应的这个值 是不是我的检验统计量 对吧 比如说那个Z值 那阿尔法对应的这个值 是不是我的K值 对吧 那这个Z值 是不是相当于 落在了我K值确定的 这个值相中 那你这个时候 落在我的接受域当中 你是不是就不能拒绝原假设 对吧 所以其实Z本质都是一样的 但这个地方就记住 当我们的PY6是大法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不能拒绝原假设 好 那你翻过来 那如果这个时候的PY6 是等于2 我的阿尔法还是5% 好 那这也就意味着说 PY6如果这还是双微检验的话 它两边的尾巴上的面积之和 是不是2% 一边各是1% 好 那这时候显著进水平 阿尔法还选的是5%的话 那这尾巴上的面积之和 是5% 那一边各是2.5% 对吧 好 那2.5%的话 应该更大一点 那这是2% 这是2.5% 那这时候PY6所对应的这块数据 是不是完完全全落在了 由阿尔法所确定的 这样的一个拒绝域当中 对吧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当PY的小于阿尔法的话 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就 reject掉 原假设 是这样吧 对吧 你从刚才我们讲的 那个关键值法 也可以确定 Value是不是确定了 那个Z value 那个Z值 对吧 那我的阿尔法 是不是确定了 那个K值 好 这个时候 -K到正K 是我的这样的一个 执行区间 我的接受欲 但是这个时候 Z值是不是 落在了我的拒绝欲 对吧 那你不就应该拒绝原假设吗 是跟我们前面讲的 其实思路是一样的吧 对吧 好 那你最后就总结一下 也就意味着说 当PY6与阿尔法的时候 我们就Fail to reject 不能拒绝原假设 当PY6小于阿尔法的话 我就reject 拒绝掉原假设 好 记住它的判断准则就可以了 那就是我们讲义上所写的 我们看一下讲义啊 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 PY6如果小于阿尔法 我就reject条原假设 如果PY6大于阿尔法 我就不拒绝原假设 它就给你交了一句口诀 你怎么去这个判断的一个准则呢 你就继续愉快 就是PY6越小越拒绝 PY6越小越拒绝 这是一个记忆的一个口诀 那关键就是PY6越小越 越小于谁 我就越拒绝原假设 越小于谁 阿尔法 它是和阿尔法去比的 是PY6越小于阿尔法 越拒绝原假设 好 这是关于PY6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它定义一个判断准则 我们先看题目 我带来说一下 我们之前考试一道非常有意思的题 我带来说一下我们实物当中 为什么PY6用得多 我们先看这道题 它说现在有一个双尾的一个检验 它这个PY6呢 是1.68% 问你下面哪一个描述是正确的 A选项说 如果我的confidence 是不是直信度 是95%的时候 我可以reject掉 这个n 它代表是none hypothesis 我们的原假设 好那讲直信度是95% 阿尔法就多少 5% 好那这PY6 多少 1.68 那我PY6是不是小于了阿尔法 那我说PY6越小越拒绝 越小于阿尔法的话 我就越拒绝原假设 这时候PY6小于阿尔法 我就reject掉原假设 所以A是不是正确的 对吧 好所以这道去选A B B说的是 如果我的直信度是99%的话 我可以拒绝掉原假设 直信度99% 阿尔法等于多少 1% 那这时候PY61.68% 是不是PY6大于了阿尔法 你还能拒绝原假设吗 说不可以 所以他这个描述不正确的 所以选项他说的是 PY6代表什么呢 代表是拒绝掉原假设的一个最大的概率 是1.68% 对不对 不对 我们他定义什么 最小概率 最小的一个显著性水平 所以C是不正确的 这是定义上不对 好 这是我们的一般体型 不再说一道之前考试题目 他下面给了你三个选项 A B C 正一 负一 零 好 问你PY6越接近于哪个值的时候 我就越有可能reject掉原假设 PY6越接近下面哪个值的时候 我就越有可能拒绝掉原假设 这道题非常好 这道题把我们的定义和我们的判断准则 结合在一起去考的 好 你先想PY的定义 PY定义是什么 拒绝原假设的一个最小显著性水平 我说显著性水平是不是就是概率 对吧 是不是可以说成拒绝原假设的一个最小概率 那当初说 既然它是一个概率 概率的取值是多少 0到1 所以我就说PY6的取值范围就是多少 0到1 首先排出谁 B 怎么可能取到负1呢 最小值 对吧 好 这是首先排出的B 那下面我们再用它的这样一个第二个方面 它的判断准则 判断准则是什么 PY6越小越拒绝 好 那这个时候PY6越小 最大是1 最小是0 越小就越接近谁 0嘛 那不是最小值嘛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越接近 它的最小值这个0 我是不是就越有可能去拒绝原假设 对吧 所以这老机选C的 这之前考试的原题 是不是很灵活 对吧 就类似这样的题 好 这是我们之前考试题 我再说一下 为什么现在的统计学软件当中 就是比较常用PY6 你想这个时候 我统计学软件的话 能做到什么呢 把数据输进去以后 他们帮你计算出来 这个检验统计量 就是这个ZY6 这可以帮你去匹配出来 它的PY6是多少 好 到此结束 到此结束 因为我们说在实物当中 做假设检验的时候 这些Alpha 是不是你自己确定 你可以选1% 你也可以选5% 你也可以选10% 跟着你的这样的一个偏好 去进行确定 这时候人家帮你计算出来了 一个PY6 这时候我直接可以拿PY6 和我自己确定的Alpha 去进行比较 我是不是就直接可以判断出来 要不要拒绝原假设 这个相对还比较容易一点 对吧 但是你想 如果我用关键指法 这时候人家帮你计算出来的 一个ZValue 你是不是要拿K值进行比较 对吧 这个K值就有问题了 我们是不是要背下来的 对吧 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下 是不是对应的配置 那如果是T分部呢 你又没有背 对吧 那如果带来一个F分部 卡方分部呢 你是不是也没有背 对吧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 涉及到查表的一个问题了 对吧 这个时候人家只给到你的 这样的一个检验统计量 那这个时候 你需要自己去查表 找到这样的一个K值 然后再来去判断一下 拒绝还是不拒绝 整个过程 是不是稍微一点 费时啊 对吧 我们说在投资领域 时间就是金钱 讲究的就是速度 对吧 那所以这个地方 你既然这么费时 是不是不太喜欢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 统讯学软件当中 基本上用的都是PY6这种方法 给到你PY6 根据你自己确定的α值 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判断 拒绝还是不拒绝 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PY6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原因 好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地方 第二个方面 就是PY6 两点啊 一个定义 一个判断准则 好 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话 就是我们做假设检验 也会有错误 那这个错误呢 就叫做第一类和第二类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它 首先在那里描述一下 什么是第二类错误 我们直接看这个表格 我来写一写 关于第一类和第二类错误的话 也是几乎每年都考 第一点 就是他们的定义 你要知道什么是第一类错误 什么是第二类错误 好 我们来看这个表格 我把原假设分成两种状态 一种状态是原假设是正确的 一种状态是原假设本身就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种状态 当原假设本身人家是一个正确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人家是真的正确的 对吧 我最应该干嘛 是接受它还是拒绝它 接受它 对吧 所以人家写了 如果这时候我不拒绝它 是不是就像他了 我就做了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 但是 如果原假设是一个正确的 你把人家给他拒绝掉了 你是不是就犯错了 那犯了这种错误 我们就成为第一类错误 好 来写一下 我把正确作为一个打勾 代表正确 拒绝掉 我打了个差 好 也就因为说原假设是正确的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是把它拒绝掉了 对吧 这就犯了第一类错误 那你怎么去记呢 你可以这样去记 可以把它记成拒针 正确的就是 我把它拒绝掉 是拒针 还可以怎么去呢 错杀好人 一个正确的嘛 就像一个好人 我把它拒绝掉 是不是把它杀掉了 对吧 就给它记成 错杀好人 好 这是第一类错误 那这原假设是正确的 这种情况 我们就讨论完了 那我们来看下面一个 原假设是错误的时候 当原假设是错误的时候 我最应该干嘛 是不是拒绝掉它 对吧 那如果我拒绝掉它的话 我就做了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 但原假设是错误的时候 我没有拒绝掉它 是不是相当于接受它了 那你是不是也犯错了 这种错误就是第二类错误 好 写下 当原假设是错误的时候 我打个差 代表错误 我没有拒绝掉它 是不是相当于接受它 对吧 我就打了个勾 接受它 这种你犯的错误 就是第二类错误 那可以怎么记呢 错误了 是不是就是尾的 对吧 这个时候没有拒绝它 是不是相当于接受它了 对吧 就是取到它了 所以就是取尾 或者基成什么呢 就是放走 一个错误了 是不是相当于坏人 对吧 你这个时候接受它了 是不是相当于把它放走了 对吧 就记成两个 这是第一个 就是放定义 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 我也教你怎么去记了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的话 你要知道 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多大 好 你来看一下 第一类错误是什么情况 原假设是正确的时候 然后来把它拒绝掉了 那你想 这是我做一个假设检验 一个分布 中间这比如说是我的直性区间 假如说就是负的1.96 到正的1.96 中间这是不是相当于 正态分布当中95% 两边尾巴上是不是 相加是5% 是这样吧 相加是5% 好 那这个时候 一个确实的原假设 我把它拒绝掉了 当我做假设检验的时候 它只有落在哪一个地方 我才会把它拒绝掉 是接受欲 还是拒绝欲当中 我才会把它拒绝掉 是不是 只有落在拒绝欲当中 我才会把它拒绝掉 对吧 那落在拒绝欲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说 本身它的概率就很小 是不是小概率事件发生了 对吧 好 那本身概率就很小 我们怎么办呢 我就把第一类错误的概率 让它约等于我尾巴上 或者拒绝欲的这样的一个概率 就约等于我们的显著性水平 因为本身都很小 对吧 我让它约等于相等 因为只有当我的原假设 落在拒绝欲的时候 我才会把它拒绝掉 所以我就把拒绝欲的概率 或者面积 就作为了我第一类错误的一个概率 但是是约等于的一个形式 因为本身概率都很小 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好 那所以这是第二点 就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 等于什么呢 就是拒绝欲的面积 或者拒绝的概率 就约等于这个限定 阿尔法 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这儿有一种状态 叫做POWER OF TEST 好 我们看这个 POWER OF TEST 在你的最右下角 表格当中最右下角 那个地方 在这 POWER OF TEST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 TEST不是检验吗 POWER不是力度吗 就是视力的意思 所以翻译过来叫做 检验的事 说明是我检验 做得很有力度 好 那你看一下 它是什么状态 它对应的是 当原假设是错误的时候 我怎么样 把它拒绝掉了 好 记住啊 我POWER OF TEST 对应的是 当原假设是错误的时候 原假设是错误的时候 我怎么办呢 把它掉了 我们把这样的一种状态 称为POWER OF TEST 检验的事 就是检验的很有力度 为什么呢 你想一下 前面我们在讲假设的时候 我们把事在原假设当中 是想要拒绝的 还是想要接受的 拒绝的 是不是我怀疑啊 对吧 我说过 假设检验 其实本身有一个反正法的思想 在里面 是现在我怀疑它有可能是错误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才去做假设检验 如果你本身认为它是正确的 你是不是就不用去做假设检验了 对吧 所以正是由于现在我怀疑它是错误的 所以我去做了一个假设检验 这个时候通过我的假设检验 我发现 你真的是错误的 所以我就把你拒绝掉了 是不是又说明 本身我的猜测 我的假设就很正确 同时最后通过我的假设检验 我又把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东西 给你拒绝掉了 是不是也说明 我的假设检验做的也很正确 对吧 那把这样的一个双正确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称为我的假设检验 做的很有力度 所以就称为Power of Test 它是这样的一个名字 就是我本来怀疑你 是错误的 正好这个假设检验 还真的是错误的 就拒绝掉了 说明我这个假设检验做的很好 所以就叫做检验的这个力度 Power of Test 好 那么考虑一个问题 我这个Power of Test 它的一个概率 和错误的概率是有关系的 第一类还是第二类 你想一下它的大前提是什么 原假设是错误的 对吧 当原假设是错误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拒绝掉原假设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的Power of Test 对吧 那如果原假设是错误的时候 我接受了原假设 我就没有拒绝 那是不是就是第二类错误 那它是不是都是在我原假设是错误的 这种情况下 就只有这两种情况 对吧 那这两种情况的概率之和 你说加在一起应该等于几 一吗 对吧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原假设是错误的 情况下 只有这两种情况 那所以这两种情况的概率之和 就应该等于一 那所以我们的Power of Test 和我们第二类错误的概率有关的 它就等于一减去第二类错误的概率 好 这是第三点 就是Power of Test 第四点 我们先考虑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第一类错误加上第二类错误的概率 等不等于一 等不等于一 谁加第二类错误的概率等于一 是不是刚刚我们讲过Power of Test 对吧 那如果你认为第一类错误加第二类错误的概率也等于一 就说明你认为第一类错误就等于谁 是不是Power of Test 是这样吧 对吧 但是它俩一样嘛 截然不同啊 第一类错误是什么 当原假设是正确的时候 你把它拒绝掉 对吧 Power of Test是什么 当原假设是错误的时候 你把它拒绝掉 对吧 这个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女生当中戴眼镜的和男生当中戴眼镜的 是不是两个人接线不同的东西啊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啊 它是穷的 所以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的概率之和 不一定等于一 等于一那是恰巧 对吧 不一定等于一 那它俩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这就是第四点讲的 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的概率 一般情况下都是此消彼长的 也就因为说第一类错误的概率 如果是上涨的话 或者第一类错误是下降的话 就反过来第二类错误的概率 上涨的时候对应是下降 下降的时候 第二对应的是上涨 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种状态 好 那就举个例子啊 这个地方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比如说第一类错误的概率 如果这就是上涨了 第一错误可以怎么去记 是不是错杀好人 对吧 好 这时候我错杀好人的概率是上涨了 就说明我这个假设检验 做得很严格还是不严格 好人都给杀掉了 是不是就说明我一杀杀了一堆人 就这个时候其中包括好人都杀掉了 对吧 是不是相对就比较严格一些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放走坏人的概率呢 是不是就下 对吧 所以他有一个此消彼长的状态 好 这是第四点 一般情况下都是此消彼长的 但是他毕竟都是一个错误吧 对吧 那这 我就希望这两类错误的概率都可能同时下降 只有这种特殊的情况 什么时候他俩会同时下降呢 就是我样本容量 n增大的时候 那我说过 当你全部都普查一遍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一个错误了 对吧 所以我们所有降低错误的方法 都是使得我样本容量 n增大 好 这是关于我们第一类和第二类错误 一共是这五个方面 特别喜欢考 而且会综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去考 这五个方面 一个人的定义 第一类错误的概率等于显著性水平α 第三个的话就是Power of Test 要知道怎么回事 第四个就是第一类和第二类错误的概率 此消彼长 第三个 第六个五个就是 我样本容量 n增大化 这两个概率都是同时下降的 完了 这五个方面都是需要 必须要掌握的 唱完以后的话呢 我们来练习一下题目 来看一下后面的 第一道题目 比较有意思啊 我们考试不会考这道题啊 考这种题的 就是你来看一看就行了 他说啊 现在啊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医生 M这个同学 这个医生 还有一个病人啊 肚子疼 肚子疼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医生呢 就给他做了一个检查 对吧 做完检查以后呢 那这个M这个医生呢 他说啊 我就做了一个假 他这个诊专的假设是什么呢 原假设是 这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蓝尾 就是到地这个 是附路的这样的意思 对吧 这个是我们医学当中 蓝尾这个意思 他做完检查以后 他认为是他蓝尾有问题 那所以呢 他把这个病人的蓝尾 给他切除掉了 切除掉了 但是没有发现 但是他发现什么呢 就是切除掉以后的话呢 这个病人依然是疼 依然有疼痛 对吧 那他又接着去做了一个 后续的一个检查 这个单词是胆囊 胆囊 他发现其实蓝尾有问题 就是个婚医生 对吧 他其实是胆囊 引起的问题 好 他问你 现在我把这个病人 蓝尾给切掉了 那这个医生犯的是 第一类错误 还是第二类错误 他首先肯定犯错误了 对吧 那是第一类呢 还是第二类 是错伤好人呢 还是放走坏人呢 你是不是想一下 他疼的本质是什么 是因为我把你的好人杀掉 所以我这个时候太疼呢 还是因为我把你的坏人 这个时候是放走 我才疼呢 是不是放走坏人啊 对吧 是不是通过我的检查以后 是不是你这样的一个 本身的这样的一个 症状的这个点 我是不是没有把你给 诊断掉 没有给你切除掉 对吧 是 比如说 就是我的坏人 是不是依然存在 这个时候我才会疼啊 对吧 那所以他本质是由于我的 放走坏人 那所以是不是应该是第二类错误 所以选C 我考试不会这样考啊 这是 就是 你看一看 有点意思就行了 对吧 来看一下常规题目 来看一下后面的 他说现在我的 就是N 是不是增加的 对吧 现在又问你 我第一类和第二类错误的概率 将会怎么样 刚说过样本容量 N增加 两类错误的概率 都将会怎么样 下降吧 对吧 我又说普查就没有错误嘛 所以这个时候 样本容量N增大 它都是下降的 那所以选C 就完了 就直接考 第五个结论的 好 接着往下 下面说 其他方面都相等 现在我要选一个 更大的 signific level 就是选一个 更大的显著性水平 α α是增加的 好 他这时候问你 对于第一类和第二类错误的概率 都是增加的这种说法 对不对 我们说显著性水平 α 我们认为它等于什么 第一类错误的概率 现在显著性水平 α是不是增加 对吧 那也就认为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增加的话 第二类错误的概率呢 是不是第四点 此消彼长 它是不是下降 所以这个地方 他说第一类错误概率增加 这是正确的 对吧 但是他说第二类错误概率增加 是不是就不正确啊 对吧 那所以这道题是选C的 就完了 好 这是属于很普通的题目啊 来一下看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考定义的 考Paw of Test 它的定义 他问你Paw of Test是什么样的一个概率 什么是Paw of Test 我们刚刚说呢 当原假设是错误的后 然后呢 我把它拒绝掉 对吧 那你就是找吗 就是B选项说的 他说当我这个 当它是Boss的时候 是错误的时候 我怎么样呢 我是不是把拒绝掉了 对吧 好 那所以 就是B嘛 好 就考定义的 好 那就完了 这是关于我们第一类和第二类错误啊 我刚说了 一共是这五个方面就结束掉了 那我这一张还有最后一个小尾巴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你想前面我们在讲假设检验 我们是不是讲了 就是第一块 这个critical value 这个method当中 我们讲了五种提醒 那第二种提醒的话 是不是判断分布 对吧 我说判断分布的本质 就看一下 对于总体的什么参数进行检验 有这个印象吗 我们整个一级的这样这个数量当中 我们只对总体的什么参数进行检验了 还有印象吗 总体均值mule吗 总体的方差吗 对吧 是不是还有时间的correlation啊 对吧 那这些都是表述总体特征值的 那我们是不是把表述总体特征值的这些变量 是不是就叫做总体参数啊 讲过这名词吧 对吧 所以前面所做的这些假设检验 都是对于总体参数进行的一个检验 所以我们就称为什么呢 称为这样的一个参数检验 就是我们讲一上面第一行 就是我们的参数检验 它是对于的总体的参数进行检验的 就是那些mule啊 方差啊 这些东西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认识了 有参数检验 就会对于什么呢 非参数检验 非参数检验就简简单单 用前面我们讲什么T分布 F分布 开方分布去进行检验了 非参数检验这块是比较难的 但我们CIV数当中没有详细的展开 我们这只知道了三种情况 你只要知道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我们是用非参数检验的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读一读啊 第一种 第一种情况是 就是我这组数据不满足分布的假设 不满足分布假设 什么叫做不满足分布假设的 他就给了一个例子 前面我们再去分析 我对于总体均值没有进行检验的时候 我们说是不是可以用Z分布 或者是用T分布 对吧 好 那我们当时说了 我对于一个总体均值没有进行检验 用Z分布还是T分布的时候 我到底怎么去判断 我是不是让你背着四句话 方差以致用Z 方差为致用T 非正态总体想本不可估计 样本容量足够大 任何情况均可用Z 是这四句话吧 对吧 其中的第三句话 是不是有一个非正态总体想本不可估计 对吧 那为什么不可估计呢 就是不满足我们这样的一个分布的假设 首先它是一个非正态的总体 同时又是一个小样本 对吧 那我们中心极限定理等等这些 就没办法去用的 所以当你不满足分布的假设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就不能用我们前面学过的 这种参数检验去进行检验了 这时候就可以用非参数 到底怎么我们没有讲 你就记住第一种情况 就是当不满足分布假设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不能用参数检验 我们用的是非参数检验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这组 这组数据是怎么样呢 Runk Runk是什么 排序 对 它是一个叙述排列的这种排序的一组数据 什么是排序的数据呢 比如说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那你说你去做一个假设检验检验下 均值是低几名 方差是低几名 这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 所以对于这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们是没办法进行参数检验的 好 这是第二点 第三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说什么呢 这个它去检验的 或者假设的是什么呢 压根关心的都不是参数 就是检验的不是参数 这是最后一种情况 就是我压根检验的都不是参数 比如说之前有一道题目是这样说的 比如说我检验什么呢 检验一下正号正号负号负号正号负号 好就给了你这样的一组东西 那你说我去做个假设检验 检验上我的均值是几个正号 方差是几个负号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 因为它压根检验都不是一个参数 不是总体的参数 对吧这种你检验都不是总体参数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不能用参数检验 我们可以用非参数检验 但具体怎么做的 我们书当中没有去写 你就只要了解这三种情况 只要这三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我们是用非参数检验就可以了 正好我都给你标黑标出来了 那到此啊我们最难的一张内容 我们也终于全部讲完了 我们做一个简单总结啊 其实前面我们写过 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我把它概括为 其实我们书当中没有写 我把它概括为叫做一个critical value method 其实说吧就是拿我们的k值和我们的检验统计量 我用z来表示或者t来表示 对吧去进行一个对比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是关键就是 围绕着我们假设检验的八步走的流程 我是不是当然给你写过啊对吧 但是我说了我们考试考的选择题 不是这种开放性的问题 不是简答题 所以你掌握的流程 我知道是不是一共写了五种题型 对吧 我最后来给你回顾一下 正好我们来做一个回顾 第一个就是设假设 我前面已经写过了 你可以前面去翻一翻啊 超不超的啊 设假设的话你要知道原假设里面设什么 贝则假设里面设什么 以及是单位检验还是生位检验 这是整体第一大块对吧 第二大块的话就是判断分布 这个特别喜欢考啊 这个判断分布 那当我们对于总体的不同参数 进行检验的时候 我们用分布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涉及到的总参数有 方差以及correlation 对吧 好那你也要知道 我对于一个没有两个没有 一个方差两个方差进行检验的时候 分别都是用的什么样的一个分布 这是要知道的 这个要掌握 好第三个就是K值的影响因素 那前面我这是不是讲了三个影响 对吧 有点差表啊 显著性水平啊 单位双位啊 对吧 是会影响它的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计算检验统计量 照我说的 你必须要掌握 就是对于我们Z分布和T分布 它们的检验统计量 是必须要找 找一个代表 就是对于一个总体均值 没有检验的检验统计量 好我先写个一般形式啊 我说对于所有Z分布 T分布检验的检验统计量 让你怎么去记的 我抽样 抽出来那个样本统计量 对吧 好 减去我原假设里面 设的那个值 是这样吧 对吧 好 再比上我抽样 抽到的样本统计量 它的这样的一个 是这样的一个基本形式吧 对吧 我说必须要掌握 就是对于一个总体均值 没有检验的检验统计量 我说你怎么去记 对于一个总体均值没有的 就是样本均值 X8标准化以后的一个ZValue 还有印象吗 对吧 我再把这个式子来写一写 我写到上方 写到这 那这个式子怎么写的 X8写到这 减去我 怎么标准化 是不是减去均值 对吧 减去均值 除以它的 标准物 它标准物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总体的 除以更好下N 这都是总体的 对吧 好 再往里面代值就可以了 好 这是你需要掌握的 就这个地方 就有这一个计算 尤其是对于那个 Corelation的 我也好好注意一下 你把它先一般的这种形式 先给它写好 对吧 Corelation你再往里带 Corelation稍微注意一下 好 第五个 第五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说了 通合性的题目 我前面也说过 告诉你显著性水平 让你去计算一下 检验统计量 我用V来表示 我用T来表示都可以 然后让你判断一下 我是拒绝还是不拒绝 好 一共就是这个方面 一共就五个方面的 这种T型 我前面都总结过了 这样 好 就是Critical Value Method 那么再来看 第二大类 就下一了 第二大类的话呢 我们是P-Value Method 那Critical Value Method 是拿K值 和我们检验筒 尽量去比 那P-Value Method 是拿什么和什么 是拿P-Value 和我们的显著性水平 Alpha去比 对吧 好 那第一个是它的定义 要知道什么是P-Value 第二个就是它的准则 那我说过了 P-Value是和Alpha去比的 最后可以一句话 就是P-Value越小越拒绝 那是P-Value越小于Alpha的话 我就越拒绝原假设 就可以了 好 就是整个第二大块内容 P-Value 下面第三大块 第三大块 我就不给你重新写了 因为又要写一遍 在这 这是第三大块 就是我们第一类 和第二类错误 好 一共是五个方面 第一个他们定义 第二个你要知道 第一类错误的概率 是等于显著性水平Alpha 第三个有个名词 叫做P-Value 他要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定义 第四个 我们第一类和第二类错误的概率 是此消彼长的 那最后就是 样本容量N增大 两种概率 两种就是同时下降的 就完了 就是整个这一张 好好去体会一下 整个这一张 是我们数量的 最难的一张 是吧 即使你觉得我课堂 没有把它全部掌握住 这属于正常现象 回去自己的话 再去好好地去沉淀一下 好 那我们数量的内容 到此就结束了 讲到这儿为止 好